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久了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我是觉得要找一个比较特别的场合 来写信给她 但是 每一天都是一个场合 就是没有那个时间 只是一个借口 直到我这次有这个邀请 我没想到写信这么能 我本来是想 因为她是女孩子 这是第一封信 我本来想买一个比较美的信封 但是我是觉得 我还是用平时 写信的A4 因为我是觉得 我要对她比较真诚 我不要有什么花巧 就是纯粹爸爸跟一个孩子的分享 那么我希望 这是一个开始 我觉得写信是一种 其中一个沟通的方式 我刚开始写的时候 是以她现在的感觉 因为她是一个年轻人 我每次长得我很难受 因为 因为她长得太快了 直到那天我收到她的那个 ICA寄给了一个那个 要她去做 IC 哇 我很难受 因为我宝贝要长她 好 来吧 但是我写着写着 我是觉得 以最真诚的一个心 去跟她分享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对话 分享 心情的另外一个渠道